冬桥VLOG 我們今天到了天空樹附近 Skytree附近 我們要吃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挑戰一個巨無霸的超溫凍 吃完鐵塔天凍給個評價吧 我覺得整體上來說那個蝦子還蠻好吃的啦 然後它雖然看起來很嚇人 但是實際上一個男生其實是吃完 吃完鐵塔丼VLOG 我們來到哪裡 晴空塔塔塔塔塔 這上面有塔 對 有我們兩個 對 就鐘樓怪人 謝謝 去那邊有一個30樓可以看到晴空塔 東京十大夜景 禁收野餅 賣多少錢的位 上來 五分級啦 讚 Tokeo Skytree旁邊的一個觀景台 那我們Skytree開了兩分鐘之後就要離開了 點一下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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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要前往六樓 soloYK 請在追账還車 那個黄戰 我買了什麼東西 買新鞋囉 哇 轉go 火 alive 回攝 噸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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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噸 那我們跟東京Skytree再見 再見 要舉行戲庭囉 再見 Yup Yo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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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有沒有覺得燈光很不自然 真的因為我們現在 在一個很暗的地方所以只要打個燈光 這邊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打個燈 劇圖的背後的辛苦 這個高度 真的蠻可怕的齁 小心 我很小心不要跌下來 小雪公園一定要小心 我很小心 高度大概有一公尺 生死一瞬間 有點恐怖 為什麼好痛喔 你覺得我要摔死了 這個五星魔 東橋最後一集 就到這邊 完蛋了怎麼下來 我慌了 公園我們終於走到底啦 我們走多久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 真的跟羅東清水公園差不多 請信聽 賞最後的夜鷹 耶 讓我們來看一下櫻花的狀況吧 好綠啊 櫻花雖然都已經沒了 可是日本人還是蠻熱情的在這邊賞 綠鷹 我們今天從Skytree一路走到哪裡啊 景氣亭 那我們要搭車回家囉 要睡覺囉 拜拜 大家再見拜拜